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诚诚为您导航 刘薇和张一山父子兵齐上镇给您带来欢乐 也让整个剧组欢笑起来 在最初田手艺来到我们这个村庄的时候 他以姓埋名变成了另外一个名字 潜伏在我们的这个村庄里面 但是他看到小凤以后 莫名地可能被小凤吸引了 所以就想着留下来 以姓埋名地跟小凤过一辈子 你还不是八路军呢 确确实实是我们抢来的教官 你是八路军的教官啊 最初的时候 他跟张一山演的这个傅子龙 做了一笔交易 就是说如果你让我留在这里 我就帮你训练你的八路军的战士们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让小凤嫁给我 所以就搞了很多的这样比较搞笑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给我们两个创造机会 让我们两个可以有深度沟通的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田手艺太心急了 他越心急 越想创造机会 小凤就越讨厌他 到田手艺去真正去前线 我觉得小凤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没有小凤的话 他可能留不在这个村庄里面 如果没有小凤 他可能认识不到他的儿子 如果没有小凤 他可能不知道 我以前油水滑舌 油腔滑掉的 活了那么多年 但我现在真的想作为一个男人 我想给这个女人一个家 更想给这个女人一个更大的家 田手艺和成仲演的这个角色的设置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片子的一个色彩 表现一下这个人的 另外一个侧面的情感生活 我们太欢乐了 刘薇老师和山子 我们关系特别好 刘薇老师平常就是一个 特别可爱的一个人 对 我们生活里面就关系很好 然后在演戏的时候也是 每天在开拍之前 我们都先是这场戏 每个人在家做做功课 然后到现场我们来碰 来聊 刘薇老师这次的表演 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 刘薇老师是一个 非常有表演能力的一个演员 而且感受力很强的一个演员 跟他合作也特别地快乐 有一场戏我印象蛮深的 是田舍一来我家偷鸡 被我抓到了 拍那个戏的时候 是冬天特别冷 我发现他偷我鸡以后 我就拿着一个特别大的那种 扫院子的那种条 就是都是柳枝的那种 我拿着那个条 我就追出来了 我就要打他 看你那二溜子样 还暴冲八路军 看你就是皮痒痒 你还不是八路军呢 一开始不舍得打 就觉得 刘薇老师是吧 后来他特别可爱 他觉得我可能心疼他不舍得 他自己拿着那个条 就共打我自己的脑袋一下 你看我自己都舍得打 我自己为什么不舍得打 打 我当时我就乐了 我觉得他特别可爱 对 但是也从另一方面来说 刘薇老师真的是很认真 在戏上 我娶我是个老种 今后我就要做一个 有种的中国人 我走了 我觉得这个戏 主要体现的是一个 家国情怀 我们在那个年代 不管我们是来自于何地何方 我们身上都肩负着 我们应该有的责任 和我们要体现我们的价值 那另一方面呢是亲情 还有一个就是爱情 美好的爱情和感情的爱情 有嬉笑怒骂 也有峡谷柔常 家国情 民族意义 就这样轻松愉快地分享给您 我是诚诚 更多剧精彩 就在新推荐 你就会给您看 这时间了 都会有的是 如果是ambil 然后我们下一个人